桂花树的生命力十分顽强 一般来说是很好养活的 只需要将其栽种到酸性的土壤中 每一到两天给它浇湿一次 10天左右是一次肥 便让桂花树经受充足的散湿光照 定期给桂花树修剪枝条即可 想要养好桂花树 土壤的选择非常重要 它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 一般在疏松透气的微酸性土壤中生长 可以将沙土 原土和泥碳 按照2比3比5的比例进行合配置 这样的土壤富含营养 能够满足桂花树的生长需求 桂花树在生长的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水分和养分 夏季由于气温较高 水分蒸发较快 所以每天需要早晚各浇一次水 其他季节可以每两天浇一次 保持土壤十分即可 夏季每十天要给桂花树食有机肥 秋季则要改之磷肥 五月二百月二百年 三岁达四百年 和词请不吝点赞 三岁达四百年